京中名将的主人公岳飞 岳飞虽然是河南人 但是他是江州也就是九江的如故乡 因此他曾经四上庐山 我想问一下这个历波老师 庐山在岳飞的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分量 可以说是岳飞的第二故乡了 它为什么特别重要 其实和文化地理学也有关 这个两位之所以没去过江西 是因为现在你们去南方经常做航班 到广东你去深圳肯定去了 去海南你航班直接就去了 古代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走江西的 你要去岭南你不走江西你走不到 所以他是南北交通要地 因为岳飞组政过好多地方 什么干州 宜兴 鄂州 对吧 但是他到了南方之后 他就把家安在庐山脚下 有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个地方是交通枢纽 当时非常关键 他把他北方的族人也全都迁到这个地方 后来他的母亲去世 不用说也葬在这个地方 所以庐山下还有岳母园 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甚至表达过 将来我要退休了 我一定到庐山和这个僧人们做朋友 所以寄给惠海禅师说 扑翻庐山几度秋 长江万泽而东流 岳飞和庐山和九江那是关系甚深的 我很有幸就是在江西遇到过一些老人 会听他们讲到这些故事 岳飞在九江附近有四百多处房产和田产 那么应该因为他还是一个大本营 他家眷很多宗族的这个东西 他要买那么多房子 人多 大部分现在是不可考 但是你根据宋朝的驿站的设置和那些古道 你是能找到一些的一两处的 岳飞是河南人 其实他的那个家离你的家其实不是很远 你那个岳跟他有什么关系吗 笔顺是一样的 读音也一样 对 不是 我们村一半人姓岳 一半人姓潘 但是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岳跟岳飞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些年近几十年 我们那个村附近所有姓岳的派人去查 最后查到好像是跟岳飞有关系 其他的就无从考证了 当然我们姓岳的还有一个所谓的规定 就是跟姓秦的不通婚 又是因为秦桧 是吗 对 到现在 你们那个村里就有这个习俗 有 因为我们那一片姓岳的特别多 整个县城 就是结婚啊 我们那边也有一片姓秦的 恰恰这两边就不走动 真的 很奇怪 秦岚你熟吗 我熟啊 没事 没关系 没关系 但如果就是成婚的话 长辈们也会建议他就改一下之类的 也没关系 所以虽然这个 你们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 你们这个岳这个姓跟岳飞有什么关系 其实明明当中 影响了 其实一代又一代 就是把岳飞看成自己的老祖宗一样 它的很多的品质 你们要延续下去 是的 乃文这次要演读岳飞哪几个片目 首先就是 是筷智人口的 千古名片 曼江红 怒法冲冠 请不吝点赞 订阅